截至1月10号 电影《老炮儿》的票房收入 已经突破了8亿人民币 口碑与票房双丰收 可即便如此 主演冯小刚还是在庆功宴上 忍不住开了一炮 直输心中的不悦 谁又惹着咱们六爷了 任何一个年轻导演上来 都是30% 40% 但是老炮20% 结果呢 冯导一怒 只为电影《老炮儿》院线排片率 原来在电影上映之初 因为所谓的电影行家 低估了老炮的市场收益 导致不少院线给出的排片率非常低 影院不上心 老炮很生气 想当初冯小刚的天下无贼 在壮党周星驰的功夫时 不也是在一片不看好票房声中 评出了一个平手 冯小刚的集结号 壮党陈可欣的投名壮实 更是用高票房狠狠地打脸了电影行家们的侧目 说一千到一万 冯小刚坚信用良心拍出好电影就是王道 同时他也有衷感谢广大的影迷朋友 大伙对老炮不遗余力地捧场 六爷心领了 自己在这儿 我这就带个六爷给哥儿去告各位 谢谢 好 谢谢 分尸技术中又透视着真挚的人情味 不得不感叹冯小刚 自带气场的震慑力实在太强大 就连小爷吴亦凡都自探难以招架 当然 直到现在还在被真实 除了会开炮 生活中的冯小刚其实很温暖 这不为了安抚吴亦凡慌乱的小心脏 大方割舍了老炮心爱的君大一 新闻在线北京财富报道